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。 我们今天来看日本暖心催泪电影《屡猫日记》。 今天的这个故事主角有点特别,因为它是一只猫。 小七曾经是一只桀骜不驯的流浪猫, 一个叫雾的男孩每天都会去看望它, 但是在小七眼里,雾只是它的一个狂热粉。 小七仅遵偶像严禁与粉丝交往过密的原则, 所以每次吃完雾带给它的食物就离开了, 从不与雾亲近。 改变小七喵声的是一场意外的车祸, 一瞬不慎就会葬送终生, 这就是流浪猫的宿命。 在濒死的时候小七想起了雾, 它多么希望雾能够出现救它一命, 就这么想着的时候雾真的出现了, 之后小七就成为了雾的猫。 虽然雾很多时候也不靠谱, 但作为蝉使官还是挺优秀的。 不求雾带着小七去小学同学杏的家, 想让杏领养小七。 在雾和静的交谈中我们得知, 其实雾小时候养过一只很像小七的猫, 雾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小八。 小八十分喜欢舔雾的脸, 还会调节雾和家人的矛盾, 但是后来父母出了车祸, 双双去世, 亲戚都不愿意抚养雾, 最后还是小姨站出来收养了雾, 但是小姨住的是员工宿舍, 不允许养宠物, 而同学姓的爸爸又坚决反对收养小八, 所以最后小八被送走了, 姓也因此和爸爸有了隔阂。 雾觉得小七长得太像小八了, 姓的爸爸看到小七一定会不高兴, 所以带着小七离开了。 从同学姓家出来后, 雾带着小七继续前往下一个领养处初中同学吉川家, 但是中途吉川打电话来说自己已经有猫了, 雾便继续带着小七前行, 开长途车来到富士山下找到高中同学阿珊, 高中时雾、阿珊和性格直爽的千家子是好朋友, 千家子喜欢雾,雾也觉得千家子很可爱, 但阿珊坦白告诉他他他喜欢千家子, 雾明白他的意思, 说自己并不想谈恋爱。 由于雾的放开, 阿珊和千家子结了婚, 他们在富士山下开了一间民宿, 家里还有一条叫做虎丸的狗。 虎丸一看见小七就狂吠, 表现得十分不友好。 虎丸说雾的身上有死亡的气息, 小七十分生气要和他对决, 因为虎丸和小七无法和睦相处, 所以雾只好带着他回了家。 中途雾不舒服, 上车吃药, 出来就发现小七不见了, 虎十分害怕,哭着疯狂地寻找他。 原来虎患上了癌症, 时间所剩无几, 所以他才想把小七送给自己信任的人。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 没能成功, 最后没办法, 虎将小七交给了小姨照顾。 小姨小时候被猫咬过, 所以十分害怕猫, 但他一直在努力地适应着。 虎十分感谢小姨, 因为小七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。 之后, 虎病重住院, 小七被锁在家里。 一天小姨说医生允许小七去医院看望虎了, 便带着他去了医院。 小七终于如愿地见到了虎, 回家的时候小七逃走了。 为了能随时去医院看望虎, 他愿意当回流浪猫, 他要陪虎到最后一刻。 很快虎的病情就恶化了, 小七赶去医院看望他, 可是虎已经没了知觉。 小七舔动他的手, 虎醒了过来, 叫了一声小七的名字便停止了心跳。 最终小七陪伴虎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。 人们通常都说我们是宠物的一辈子, 其实他们何尝不是我们人生中的重要角色呢? 所以人和宠物都是彼此重要的存在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 咱们下期见。 cardiovascular 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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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